大家好 歡迎收看古蹟熊哥 我是徐明熊 今天台北股市今天開高 今天那現在已經有稍微拉回一些 那也是今天有開高 稍微拉回一些 現在上漲25點 現在時間是在下午1點 那今天是週五 今天禮拜五 也祝你週末愉快 那今天台北股市今天在美股昨天大漲 那我們今天我們台股來說的話 表現上來說 早盤有稍微拉了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還有今天要有一度的翻黑 那所以這怎麼 盤勢來說 有稍微在震盪 那稍微你在操作上來說 如果你手中的股票可能要稍微 要在週末時間的話 可能稍微來檢視 然後稍微看一下 因為近期整個行情 整個波段行情來說的話 是有拉起來 在近期是有拉起來 拉起來那有些股票 現在其實現在指數來說的話 是在10783 10783就是大概這是季線 季線月線現在還是在翻紅 還是在翻陽 但是在操作上來說的話 你可能要稍微 那整個你手中的股票 可能要稍微檢視一下 開始可能會有些震盪 那我們操作期貨來說的話 操作期貨的話 我們像我的看法 現在來說的話 期貨我們這邊有10570 這個做多的 現在這個單子來說 這個做多來說的話 現在我的建議來說的話 那其實先把它給平常掉 因為現在期貨 現在的報價是10777 有現在有207點 你如果看我的節目的話 現在這樣子的話 這有207點 這現在的時間點是在下午 現在是在1點的時候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昨天的美股費半 美股昨天稻銷上漲372點 這費半這漲幅更大 一度有漲到5% 那有稍微再拉回來一點點 漲幅還有3%就是昨天 那昨天我也說 這費半它會 還會持續往上漲 那費半現在 其實他們上漲來說的話 我們今天帶動 我們台股沒有帶動到 我們台股來說的話 最重要的一檔股票 就是在我們的台積電 在我們台積電 就連我們台積電 今天台積電是已經 已經沒有再走高 有走高那有拉回 開高拉回來 那已經有開始在震盪 這台積電 那我這一波來說的話 這台積電是一波比一波高 一波比一波高 之前我跟你說是要來做多 現在到今天為止來說 到今天為止我是建議 我的建議是 如果有 期貨有多單的話 可能要先 如果獲利的話 先把它先出場 先出場 先出場一趟 那這是加權 這加權我在10570點到80點的時候 然後在這個時候 我來告訴你說要做多 要做多 做多的話 當然不是做多加權 要做多期貨 要做多 看一下 要做多期貨 當然是要做多期貨 做多 當然不是做多大盤 做多期貨 在10570做多 10570做多期貨 到今天為止 到今天到現在 這是10570的地方 9月3號 10570左右的地方 那我在這10分鐘的錄影的時候 大概是在10560 那我也是強力的跟你說要做多 做多的期貨 10570560到今天為止 到今天為止 那昨天夜盤當然不用看 夜盤到了尾盤 晚上四點多的時候 可以漲到10795 早就都睡著了 我們是沒有 那是太晚了 當然很難平常 那今天呢 今天最高有來到1078 10783 10783 現在台子期有10783 現在今天最高 現在是10777 10777 可以 以我的看法來說的話 這邊的話可能會開始在震盪 那我們如果要有這個 有這個10570的多單來說的話 不用去給它震盪 你就可以先出場 出場一趟 這樣可以有幾點 207點 207點一口是四萬多塊 一口是四萬一千四百塊 那十口呢 十口就四十幾萬了 這是台子期 那這我也在節目上 那也是有告訴你要這樣來操作的 這是台子期 這是我們所操作的 台子期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先來看我們的股票好了 股票現在 那股票我們在操作像廣明 廣明 這是昨天啦 這是昨天的 那我在很早以前就跟你說 一波比一波高 那你有來拿資料的 在8月7號 我有送給你資料的 在8月8號你就可以買到 那8月8號價位一樣 大概跟我們買的差不多啦 這個我送給你的資料 那有來拿的到目前為止 今天廣明當然稍微有拉回來一點點 我們來看一下6188 今天有稍微拉回來一點點 今天是下跌0.3元 有稍微拉回來一點點 今天還有在上漲 今天還有在上漲 那稍微拉回來 0.35 那廣明來說的話 如果送 像送給你的在41塊左右 41塊左右 那現在呢 現在大概可以獲利多少 5.5元 46 46.5 大概可以獲利5.5元 5.5元大概也有12%13% 也有婚利有12%13% 這我們還是像這個廣明做機器人的 我們還是會持續6188 我們買到41 這我還會後續會來再跟你來追蹤 像廣明 他們做機器人 背著 今年要出 要拚背增 這是廣明 這像金居啦 這我們已經賣掉了 我們8月8號 8月8號的時候買的 那我也在節目上也有告訴你 34塊6 34塊6 那我們把它給獲利了結掉 我們獲利 我們來看一下 8358 近期今天還有來到平... 還有來...還繼續來走高 但是我們已經把它給平償掉了 我們平了啦 我們平償掉了 我們這一張的話 我們是獲利大概9塊多啦 我們9塊多 大概有將近快要三成左右 將近快三成 這是金居 那我們來看6488 環球晶 持續再往上走 持續續報 這續報 環球晶 這我們還是持續續報 3163 波羅威 這我們續報 還在續報 波羅威做一些 通訊元件的模組 這還是有... 他還是有機會的 還是有非常多的機會的 因為他們接的單 他們是接誰的單呢 華為5G的基地台 佔全球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 波羅威 波羅威的話還可以 那我的看法來說的話 波羅威還會再來突破前高啦 那這可能 你如果現在來買的話 可能那整個利潤 利潤可能不是很大的啦 不會很大啦 就算推升到50... 推升上去的話 利潤不是很大的 你的話就觀看一下啦 因為現在也在這邊 他也在整理 在震盪 那我們是在低檔買的 我們是在低檔買的 那我們會... 我們再續報 那還有像... 之前有告訴你的 像一些股票你要避開的 就像... 833... 3338... 泰塑啦 這些... 這些不用再搶了啦 泰塑啦 還有8086 今天還有在漲喔 那這個你賺不了錢啦 這個你賺不了錢啦 很難啦 很難賺啦 這個很難啦 還有... 還有像國劇啦 還有... 還有像聯發科 這些都已經... 這些股票都很難... 你都很難賺到錢的啦 這很難啦 那有哪些股票可以... 比較容易可以賺到錢呢 來這檔股票 昨天有來索取的 今天也已經開始在... 已經搭上列車了 那這是8月30號有來索取的 也是已經開始在往上揚了 這兩檔股票 你如果要的話 一樣... 一樣... 在這個週末 歡迎你來電來索取 趕快來索取 還有機會 還有很大的空間 空間還很大 他們還處在第一檔的地方 空間還很大 趕快來索取 也可以到賴生物軍來索取 都可以 那我們先... 先今天到這裡 那也祝你週末愉快 我們下週見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